国际社会要求朝鲜放弃核岛开发 以维护国际和不扩散的体系 是安全问题 朝鲜方面认为它受到了军事威胁和军事压力 也是安全问题 sorry 所以半岛核问题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安全问题 但另一方面南海以外的国家 应该说是某些国家 他们却反而不仅把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到过去 看不到南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也不想认同中国和东盟经过努力所取得的这些宝贵的成果 是不是有些国家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势走向稳定 是不是南海局势进一步的稳定 反而不符合这些国家的自身的利益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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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